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最前线 我是David高敏章 台北股市今天加权指数再创今年的新高 不过有一件事 也是过去两个星期 David一再提醒大家的 涨动股票真的真的不要追 像台北股市今天画面上大家看到 加权指数因为昨晚美股的废半大涨 加权指数今天早上突破了今年波段新高 胆息有没有发现它很快就扣回来了 以为我们现在录影12点半的当下它已经翻黑了 指数已经几乎来平盘附近了 早上还涨得快100点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台北股市每年12月的特色 指数只要创上去一定会缩回来 因为过去这两礼拜 从12月的第一个交易日David讲过 12月的台股一定是个横向整理盘 你不要用技术分析来操作 今天早上加权指数创新高 怎么斗退路 必然的 反而是改天指数压回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留下影线 这就是横向震荡盘的特色 但更重要的是 你既然知道台股现在12月有这个现象 操作上有一件事你要特别留意 还记不记得David前两天一直跟大家讲 上周一直跟大家提醒 我说有1519华城的朋友 你一定要获入带 你看昨天那根黑K惹死人 今天有反弹 今天又回到350块 David还是那句话 你赚够了 当初你12月24号跟David去买的 240、250、260的朋友 不经理解散 上周跟大家讲过了 原因无他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华城中芯店亚历都一样 重店这一组已经涨得差不多了 你就该大大方方的获利放口袋 台北股市也是 当加权指数今天创高 你不用兴奋的去追盘 也不要去追价 这一定会有卖压 因为真正台股 你下一次看到指数大涨的时候 最快最快 也要等到12月底1月初 最快最快 所以过去一阵子 有蛮多观众听众朋友问David说 台北股市什么时候就要万八 12月不可能 应该要等1月比较有机会 我认为明年1月甚至农业年前 就有机会看万八了 不过这个月指数的休息 是为了后面可以走更长远的路 这里不用担心 但还有几件事跟大家分享 还记不记得David上礼拜提醒过你的事 我说有些股票涨多了 比方说12月1号 我们在公开节目上讲 3363上全 我们最爱的CPO标股 上全 华星光 潜顶 这一挂的 12月1号David提醒你 涨多的创波段新高 创历史新高的 一定要干嘛 获利入带 你看今天3363上全 说真的 今天品化请假 但上全没有涨停 因为我已经卖掉了 我12月1号就卖掉了 你12月跟跌比起卖的朋友 大概可以卖在8081 这绝对没问题 那今天呢 短短两个点 上全没有大跌 只是你看 从我卖掉之后股价都软掉了 今天剩73块半 即便品化请假股价一样不会涨 前两天也提醒各位 同样的CPU的股票 昨天华星光创波段新高 192 David有没有讲 这一根很丑 千万不能买 有的朋友们自己会议老杰 你看今天 你看今天 昨天192 华星光 今天现在 我们在录这个节目的当下 4979华星光股价剩下 170 你昨天有听节目的 或者你平常在follow David Light的朋友 你一定知道老师说这创新高股票卖 你昨天华星光自己就会了解 这是David跟大家讲的 当台北股市最近的行情是指数横向整理 当然会有一些小股票蛮标的 可是大部分创新高的股票或者创波段历史高的股票 一定都会有明显的卖压 这一点跟基本面没啥关系 纯粹就是 涨多了 股票涨多了 股价涨多了 再加上加权指数12月 外资会休假 那外资放大价指数不会创高的状况下 这股票是不能追的 华星光就是个例子 1519的华城 也是个例子 3363上全 12月号逼近 历史先高 也是个例子 你不卖 股价就回来了 你就少赚了 这过去两个礼拜从12月的第一个交易 David就一直跟大家讲的 那今天两个礼拜的时间 接下来很多新的股票都不用担心 但更重要的是 今天节目上还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 David买了新族群敌不起掌又发动了 第二个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关于 ETF 0056 元大高股息 他换成分股 换了成分股之后 Debio 有注意到一档股票非常非常的奇特 今天来跟大家聊到这件事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ETF 很多人都喜欢ETF 上全 华星光这些都已经卖掉了 CPO的股票基本上有卖光了 所以 全国观众好朋友们 如果你还有的 自己会了解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 来 跟大家聊这个 画面上这个 这是 整个ETF 一些调整 像 台湾50 0050没有调整 中型100 或者是高股息之后调整 尤其是元大高股息0056 换成分股 他增加了五档 三减了四档 我先念给大家听 元大高股息0056 三减的是景硕 国育民 尾影 泳风雨 这倒没什么 新增的是正新 神机 中宝科 华星 这四档 也不太神奇 我觉得最离奇的是 6285的起 起 对 元大高股息0056 新增了一档 叫做6285的起 更好玩的是 来观众朋友们 你有订阅YT频道的 画面上台湾中型100 也新增了 起 跟神机 台湾发达指数 也新增了 起 机 如这个表上面所示的 这是新闻的截图 听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觉得这件事蛮奇特的 为什么是起机 好我们来看一下起机 起机今天再创新高 股价非常非常的强 起机的强不是一两天 也就是说第一件事我们可以思考是 当 这些ETF要转换成分股的时候其实股价都已经先发动了 对不对 你连长两三天了6285起机 第二个 我比较不能理解的还有一个 我相信有观众听众已经想到了 0056元大高股息 他叫高股息 David看了一下 今年的起机 来观众好朋友们听众好朋友你猜猜看 今年起机现金配多少 就今年 他7月配 4块8 4块8如果股价是100的话 他的 值地率我们这样简单换算 4.8% 问题是今天6285的起机的股价是 150 60块 今天盘中 161.5 算波段新高 所以就撅回去了 David反正各位 这个 跟高股息有什么关系 一个股价超过150的股票 然后被选进了0056元大高股息 这一点 David觉得很妙 好啦不急 等一下继续跟大家聊 好 那下一段回来 其实大家注意看如果有订阅YT频道你可以看到这画面上的起机的股价 强 非常强 我把现行再说给大家看我觉得你看周一些更明显 很夸张 这基本上应该是近年的新高搞不好是历史新高都有可能 起机为什么强起机是网通族群 昨天晚上的 肺半大涨 涨什么 博通 Broadcom Broadcom就是网通的 所以整个台股今天的网通族群都蛮强的 不过网通股我介意大家一件事 第一个像这种起机这种位阶已经很高了 我很担心 不是基本上不好 也不是因为0056选进去不好 我担心的是 在近期 涨太多的股票都容易被K 像昨天的华城就是 昨天的华星光也是 最近这种股票 很多 所以不要看到大涨的时候很兴奋 我反而建议投资朋友们 你看到股价大涨创历史新高的时候 你就开始准备获利了结 好啦 言归正传 刚刚聊到0056加入了6285起机这件事 我是有点点不解 因为这个持续率真的不怎么样 但实际上 看好他的人很多 来看 台湾周行100新增了6285起机 然后呢 高股息台湾高股息 原大0056也新增了起机 台湾发达只是为新增了起机 就这么刚好 新闻都有大家自己查 为什么我说起机这些是好玩 网通族群大家想到什么东西 只有起机吗 网通分两个 一个是我们认识什么起机 正文 对不对 这一挂的 明太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 光通讯也算 CPU内挂是光通讯的 还有一个 网通IC 当然我们注意到 那一档 瑞玉 股价非常非常的强 如果大家去查一下 这些都是网通相关的 不过我个人认为 网通IC的 很强 比方说联发科 比方说刚刚讲的瑞玉 还有一档是亚信 3169 这几档 都表现得非常强 所以我们从 刚刚那个选股逻辑 如果不看短线 因为股价涨多 可能会震荡 我们把时间拉长 一点点来看的话 Davey建议投资朋友们 如果这个月 网通族群我刚讲的那种 像起机中很强的 如果他押回来修正之后 我建议你 可以寻找下一个 因为既然刚刚讲的那一头拉枯的ETF 都加入了起机这张股票 除了起机本来表现好之外 你不妨想想 其他的网通股 有一些没什么涨到的 涨多了等回档 没涨过了可以留一大新买点 公开跟大家讲 网通股有些股票还是不错的 虽然说近期 有些已经涨多了 就像我Davey刚刚跟上半天跟大家聊的 你看到我把3363的上全卖掉 老师你创历史新高接近 12月1号 会员抠讯10点11分 3363上全 股价逼近历史新高已经涨了六成以上 因为是 上一回 9月初 9月初买的 9月5号买的 那时候股价50 这一波我卖了已经超过80了 为什么创新高逼近历史高要卖 我再举一张例子给你看 一样是CPO的 4979华星光 昨天你一定要走 因为就涨账了 还有一档 4908的前顶 前顶昨天的股价也是创历史新高 来观众朋友们 画面上的前顶现在一块跌停了 4908的前顶 你们都赚过的股票 CPO的 昨天是历史高 他股价昨天达到106.5 今天 画面上 已经几乎快跌停了 今天已经跌到95.5了 有没有跟华欣换一下 这地方刚讲的 CPO这个题材在后面一定会再来 网通的故事也是 光通讯的故事也是 后面都还会再来 但极短线上 延续我们昨天跟大家聊的 你在操作上 往整理完没涨过低基期的股票去做 你不要去追高 像前顶这种一追就挂 华城也是 华星光也是 上全也是 所以你看这两天 老师CPO华星光创新高190几块 David你怎么抠讯都不买 我如果跳进去就挂了 因为这个月 特别留意刚刚David跟讲的一个逻辑 就是当指数 涨上去的时候 他无法立刻有延续性的上攻 短线上指数就是来回震荡 创历史新高 创波段新高大涨好几天的股票 一定会有人获利了结 前顶 昨天故意创新高今天直接大跌 华星光也是 3363上全也是 对不对 重点的华城中兴电雅力这一组 也有很有可能会长这样 提供给所有好朋友做分享 还有点时间来聊到什么股票可以买 来画面上这一档是今天12月12日9点46分 得于买 今天买的价格 我先讲这是低价股 因为他已经有半年没涨过了吧 搞不好不止半年 这一档股票 我本来以为有机会涨停 我想说 品化琴架会不会换别支涨停 不过可惜今天只涨4%而已 这一档股票 它跟加权指数真没关系 而是在台北股市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 位阶非常非常低 今天会朋友们你买到的价格是 三字头 够便宜吧 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你跟上 今天已经有发动的迹象 如果这一档发动的话 我哼哼哼算一下起码4到5档同族群的 应该会启动 而且绝大部分 都是低价股 就像David最近讲的 我说尽可能去挑一些 要嘛就是整理很久没涨过的 就像我们11月23号24号 会去买华城亚利中心店一样 当初来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图 1519华城 时间回到这里 这就是11月24 那天礼拜五我们现板线涨停 那时候股价没涨 对不对 同一个时间1514的亚利 有没有 也是11月24号同步涨停的 中心店也是 是不是刚好起涨前我们买好的 所以David才讲 你不要太担心说台北股市指数啊没有马上大涨啊没有上万八啊股票会不好做 完全没这回事 你应该思考的是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David会建议你 我昨天就讲过了 这个时间点 先 不要参考技术分析 会被扒来扒去 因为你创新高 照理说应该不用卖 对不对 为什么创新高反而要卖 4908几乎已经跌停了 大家觉得呢 是不是很明显 如果你昨天没卖的 今天现在4908前顶跌幅是9.47% 几乎快跌停 昨天创历史新高 有没有很故意 拉起来出货 华星光也是 上全也是 那华城中心的压力会不会 近期期待大涨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会 David讲会就一定会 因为完全我们可以很理解这些前面 我问大家一个简单问题 如果你的华星光是买120几块130 跟David一样的 你180以上会不会买 会不会卖掉 一定会嘛 你看他昨天创历史新高 创波段新高会不会想卖 会嘛 4908前顶也一样 华城中心的雅力诗店都一样 所以涨太多的股票 为什么David一再分享给你 不要买那种涨多的 你回去看看那个 桌子路边的很久没来的 那个后面都有机会 给你做分享 好啦希望大家这个月呢 按照我们这个逻辑 可以轻松的对台北股市操作 至于加权指数 拜托这个 就不要再为难他了 11月已经涨了1400点了 10月31号David说会破底后翻扬 先破底后翻扬 你已经多赚1400点了 剩下这一点点指数空间 这个月加权指数让他休息一下 锁定新一轮的新标股 你的操作会更简单 更容易赚到钱 给您做分享 好那今天节目呢 简单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咱们明天见 拜 - 华冠投库所推荐分析之各地有价证券 无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库111经管投库新字第015号 - 华冠投库111经管投库新字第015号 - 华冠投库111经管投库新字第015号 - 华冠投库新二就女装